你好 欢迎收看3月4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联县府委托儿福联盟办理花联县儿童 以及少年收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3月4号在国际丽宣饭店举办开幕茶会 为东部地区第一间收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而县长徐正卫特地到场参加接牌仪式 花联县府委托儿福联盟办理花联县儿童及少年 收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4号在国际丽宣饭店举行开幕茶会 现在学会表示在少子化的时代 愿意生养孩子是值得鼓励的事 如果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无法生养 花联县府也会鼓励少养孩子 让每位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被照顾 也让家庭享受亲子之乐 我们要成立一个初收养的资源 而且是一个服务中心 我想初收养这个议题 无论是初养或收养 我们真的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 最好的安住的地方 也能够提供给我们即将收养 无论是收养之前的准备 以及收养后如何跟收养孩子 这个被收养的人能够很好地建立关系 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家庭 也是赋予孩子新的整个生命 整个人生的地方 所以要更加格外地谨慎 所以在今天能够成立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是一个让人很安心的时刻 在这里我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儿福协会 能够跟花联县政府长久以来 在我们的妇幼领域里面的合作 我们也看到儿福协会在西部 其实在很多的县市都有非常关注 我们的儿少以及妇女的问题 而这个长期以来的经验累积 我相信可以让我们这个资源服务中心 能够做得更好更顺利 那我也希望就如同我们这个父母 离一共享亲世一样 这是一个新的议题 然而我们可以在 无论是在台海或者是在港澳 在日本都能成为这个台湾 以及亚洲的典范 换线搜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除了电话咨询服务之外 也会办理法院的搜出养案件 调查访式的服务 并且提供收养家庭相关的亲子课程 担任收出养的后盾 记得欢迎欢迎收视频道